比较稳的一个这么一分 拿着我可能打起来会更自信 所以这个还是看运动员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抽鸭把对方打得很靠后 一个轻轻的放网 现在单卖队5比7 天儿来了 包玉的这个抽球非常的果断 而且这个线路也非常的好 4个阵子 超帅子 6个阵子 这个挡网其实时间还是不错 就是没有挡好 对 还是有些着急 就是太急于完成这个动作 因为在快速的这种对抗过程中 其实你有时候动作要是不做完的话 其实这个球啊还是会不是特别稳定 中海台北的这一队呢 方界明里生目其实从2007年已经开始出道 已经引起了其他选手的注意 因为他们在中国 公开赛上进入了四强 在这几年呢也偶有比较好的表现 在另外一边的场地上 日本的广赖熔里子 现在在决胜局是大比分领先着 印尼的菲尔达萨里 那我们看到已经赢了 这样日本队在女单那场比赛当中 广赖熔里子2比1战胜了菲尔达萨里 为日本队颁回一分 双方打成了1比1平 这两场41决赛的胜者将在明晚的半决赛当中相遇 二号场地即将进行的是第三场男子三大比赛 有请台湾员进入圆祝潮 这个中卖场的连贯非常的好 其实李生木和方建民他们两个这种 前卖场的这种连贯还是比较顺的 而且这个球也比较的硬 对 没有赶上 没来得及 对 其实保一这个球打完 他自己这个重心已经失去了 收掉 再来攻 封网 好球 打一个轮转的节奏当中的一个变化 这种进攻反而更突然 更有危险 11比9 方建民理生木领天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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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